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旭东的家具越琢磨可学的地方就越多 越琢磨你就得好好地去动脑子 谁让你琢磨来着 你说什么 没没没 我说你们 别刻太规整 太规整就假了 笨 哥 你在干嘛呢 我这 我也研究研究 你造艳品的吧 我这叫仿造工艺 你还狡辩 妹妹 我自个儿坐着玩玩 你就甭管了 哥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毁了咱们润鸣河的名声啊 我跟你说你现在根本不是什么公子哥了 你是咱们润鸣河的大掌柜 对啊 妹妹 我想的和你一模一样 正因为我现在是堂堂的润鸣河的大掌柜 所以我这个宅子里边必须得有点古色古香的家具 要不然传出去成笑话了 所以我弄了些明清皇宫的家具 撞着面子 妹妹 你看这里 这个 还有这个 这都是明朝的 你再瞅这个 这个是清朝的 还有这个 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个 是慈禧老佛爷睡的那个床榻子 这 这不都是假的吗 瞧你这话说的 我又不卖 怎么能叫假货呢 这不能这么弄 再轻点 轻点轻点 对啊 林正 好 走 迟伯长 接到您的电话 学生即可赶来了 哎哟 子敬啊 你来了 来来 请坐 迟伯长 这不是孝敬您老人家的椅子吧 怎么 这椅子也是拿来坐的嘛 别客气 坐 好 好 子敬啊 你的事 我还专门找了几个主管的人 还专门打电话跟上司说情 师伯长 您太费心了 不过他们都说呀 这学朝刚刚平息 还是谨慎为好 看来你还暂时不能官复原职啊 能理解 能理解 子敬啊 不要灰心 只要我在这个位子一天 我就会帮你 谢谢支部长 谢谢支部长 不用谢 对了 你送给我的这把椅子 我有位朋友看过了 哦 他说 是个雁品 雁品 啊 不 支部长 这怎么可能呢 我 我是找了范茗湘亲自鉴定的呀 嘿嘿 我不是跟你说过的吗 这名人也会看走眼的呀 啊不 我的朋友跟我说了 我还不相信 后来我就叫来了 潤明河的徐老板来看了 您是说 潤明河的掌柜 徐燕飞 啊 恐怕 你还不知道吗 他就是专门做这种赝品的 以后鉴定啊 你就去找他 他是子澹家具店的掌柜 别人花钱都请不动他 他的鉴定 不会错 支部长 实在不好意思 我不是有意的 我 我就是 有心就好 有心就好啊 有心就好啊 再说了 这东西 也不在于真假贵贱 这椅子 我还是挺喜欢的 这 这他们 对了 这前几天 我有个学生 从新疆给我烧来的葡萄干 你也拿去尝尝吧 不敢不敢 那是学生孝悸您的 我怎么敢尝呢 哎呀 这你就见外了 这叫什么呀 礼尚往来呀 啊 来来来 拿去 啊 谢谢支部长 啊 这么贵重的葡萄干 学生 一定仔细品尝 有心就好 有心就好啊 汪高菜 刘队长 二位大驾光临 哎 请坐 请 汪高菜 不知二位今天 说 为什么要害我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人话 你听不懂啊 范先生 我今天到这儿来 可不是来找你麻烦的 我是来给你机会的 我知道有人拿钱要害我 你也不是什么圣人 虽然让我损失了一千块大洋 丢了面子 可我不会追究 你就告诉我 这个指使你的人是谁 你说的我还是听不懂 放屁 你还没听明白 你那双眼睛是干什么吃的 是揉进沙子了 还是揉进大洋去了 那天 或许那天 那天我看走了眼 范先生 大家都是文化人 要讲讲良心 我已然这么大度了 你要再执迷不悟 那可就太过了 不 这 这 这 王高才 他会跟您说的 哎哟 这是哪个年代的瓷器啊 很值钱吧 这咱们要是听个弦 那该多好啊 试试 我说 我说 王高才 这一千块大洋 就换来二斤葡萄干啊 您瞅瞅我们这买卖做的 这个陈汉昌 他是诚心跟您作对 他是我们的一个心腹大患的 心腹大患 你把他说中了 人生在世 难免会碰到一些小人 陈汉昌只能算是我的一个小人 一条疯狗而已 此人不出 他会是您前途路上的一块绊脚石啊 官场上 上来下去起起伏伏 这很正常 自古英雄多磨难 天若将大任 必劳其筋骨 勾其心智 勾剑还握心肠胆 韩信忍得胯下之辱 何况我王子敬 你记住 这个社会 有钱能使鬼推磨 是我的 终将还是我的 赛翁是马 眼知非福 这园子可真大呀 嗯 嗯 这儿的树要是长得密实一点 就更好看了 是啊 今天的人可真不少啊 嗯 是真大的 秀儿 秀儿 到那歇会去 那儿 好 走 这儿 你也坐啊 行 你咋想的 嗯 嗯 啥事咋想的啊 咱俩的事呗 咱俩啥事啊 咱俩啥事啊 行 你看那鸟 飞得再高再远 她总得有个去处吧 兄弟 我 你 嫁给我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您在严非眼里 永远是王高三 高抬了 高抬了 请 徐掌柜 你这身宅大院 在京城也算是屈指可数啊 您过奖了 里边请 好好好 果然是子澹世家呀 渐渐都是传世真品 这些都是家父生前的心爱之物 为了怀念家父 严非都按照原来的摆设 渐渐缘分为多 难得你有一片孝心 徐老掌柜在子澹行业德高望重 一是英明 为润鸣和操劳了一辈子 未过古稀之年 就早早地去了 可惜啊 可惜啊 现在润鸣和的重担 可就捞在你身上啊 这以后还望高三多多关照啊 那里那里 高三 这边用茶 好 请 来 接着 好 我呀 现在是咸云野鹤 别有闲情意志 最近没事 我到各大子澹商号转了转 我就奇了怪了 徐掌柜 像你这样家大业大 要功料有功料 要实力有实力 怎么就能被陈汉昌的旭东 压在手下呢 汪高三 陈汉昌那个人啊 您是知道的 那个人啊 无知无畏 无德无良 那就是个小人 我们子澹行 对他的那种卑鄙行径 也是深恶痛绝啊 别说我们了 您不也是 哎呀 高三 那龙椅 雍正耕之贵的事 在北平城 那也是轰动一时啊 不过谁都知道 那是上司让您督办 您不看成吗 可陈汉昌那小子 他属疯狗的 把他爹的死 非赖到别人头上 今天要刺杀马旅长 明天又要烧我们家的檀木 这不 又把您给攥去了 让您彻职察办 您忍得下这口气吗 哎 高三 瞧我这张嘴 我呀 是为您鸣不平 我倒无所谓 我是个文化人 是是是 不会和这种小人计较 倒是寻赏归你呀 你们的润鸣和和他的旭东 同在子澹行业 皆为竞争对手 既然是竞争的话 难免就是你死我活 我倒是觉得徐掌柜 要更加小心才是啊 高三提醒的是啊 不过啊 您知道 我们都是正经的生意人 大家遵循的都是行规 讲的是诚信 陈汉昌那小子 他走的是歪门邪道啊 防不胜防 宾书有云 最大的防御就是进攻 进攻得找到 对方的命脉和软肋 你知道旭东 最大的命脉和软肋在哪儿吗 请考在明事 就是李秋生 你想想 偌大的旭东 如果没有李秋生 他陈汉昌 何来信望 你要想办法 把李秋生 弄到自己的门下 这样的话 旭东不攻自破 不过 妈李秋生 难哪 英雄难过美人关 我听说你们家的惨秀 和李秋生 平时经常在一起 彩轩 彩轩 过来一下 坐 我们聊两句 真是女大十八变 财轩 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财轩 你今天多大了 财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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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我没说错的话 再过几个月 你就二十二了 没错吧 这时间过得可真快 蔡兄 这俗话说得好啊 男打当婚 女打当嫁 你跟这个李秋生 情投一合 这我知道 这是好事 蔡兄 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没必要遮遮掩掩的 再说了 秋生在京城工匠里 那也是首屈一指的 你要是真能嫁给他 我也就放心了 蔡兄 我想好了 咱们作坊西南角那个大房 我就给你们做新房用 这结婚用的这个彩礼嫁妆 婚宴 我全包了 你们俩就在那儿成亲 蔡兄啊 秋生啊 真的很不错 你跟秋生 好好说说 你们俩 住到润鸣河来 这润鸣河 作坊的事 以后我就全交给他 一个人打理 工钱呢 我给他现在的两倍 他就是我们润鸣河 作坊的工头了 你想啊 你们俩结了婚 住在这个润鸣河 就可以解除你们的相思之苦 我呢 这也算是成人之美 让你们有情人 忠诚眷属 当然 你说私心呢 我也是有的 你跟我妹妹 感情那么好 你照顾她 我放心 还有啊 秋生真的住进来 她能帮着我做好多事呢 在生意上 我也就放心了 在这 我看这事 你也别犹豫了 就这么定了 你抓紧跟秋生说说 我跟孙管家 也抓紧商量商量 筹备你们的婚事 抓紧啊 财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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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想什么呢 这两天你心不在焉的 怎么了 没事 想李秋生了吧 不是 是 秀 其实咱俩静与相似 怎么都是为难 嗯 采秀 我真心希望你跟李秋生好 秀 嗯 你跟玉珠小姐商量怎么样啊 那我先为你一件事 说吧 你 你真的愿意娶我吗 我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那 你什么都愿意为我做 别说我什么都愿意为你做 就是要我的命我都给 你说的 啊 那好吧 那我就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说 我们小姐同意了 真的 同意咱俩在一起了 哎呦 哎呦 哎呀 让人家都看见了 秀 我就等这一天了 我都想好了 回去 我跟汉昌说一声 把我们秀 风风光光的 用八台大教给取过来 到时候 你就乐吧你 好啊 你说好了 八台大教 嗯 好 然后啊 我还要绣着龙凤和白子图的 断面被子 行 然后呢 我还想要 让你雕一个最漂亮的梳妆台给我 这事我拿手啊 没问题 修生哥 嗯 这事啊 我都想好了 咱俩啊 就把家安在润鸣河 这一来呢 凭你的手艺 到哪儿不做大师傅啊 你呀 依然是你的京城第一刀 这二来 我从小和小姐一块长大 嗯 这要是 嫁人离开她 我还真有些舍不得 这样啊 我就可以天天和她在一块 你说师伯 你是想让我去润鸣河 对啊 这有什么不可以啊 我们掌柜说了 到时候她把西南角那间大屋啊 给咱俩成亲 然后再给咱织办全套的新家具 还有啊 所有的言行和嫁妆 她都包办了 哦 我们掌柜还说了 咱俩成亲之后 这润鸣河的后作坊 就由你来管 公钱 是现在的两倍 你觉得 这是件好事吧 好事 可是秀 你想过没有 她徐燕飞是什么人 她的话你能信吗 我告诉你 这就是徐燕飞 又下的一个套 就像当初她对韩师傅那样 她这是想对徐东来个府邸抽薪 你千万不能上她的当 秋生哥 你想多了 我觉得 她能这么安排 没什么不合理啊 没什么不合理 我告诉你秀 去哪结婚都行 就是不能去润鸣河 她徐燕飞这个人我信不过 你说她一天到晚都干了些什么 就知道算你人 跟这种人在一起 能有什么好 再说了 我跟徐东的感情 你不是不知道 行了 这事不要再说了 秋生哥 我明白了 或者说来说去 你就是不想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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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生哥 你不能替我想想吗 眼下当务之急 就是赶紧官赴原职 很多人眼巴巴地盯着我这位置啊 你信不信 有的人为谋高参一职 愿意倾家荡产 权力 这年头权力是什么 权力就是金钱 是财富 是法律 有了权力 什么都好办 来 刘队长 这两天 你给我盯紧吃不上 看看他公务之余 都跟什么人接触 看看他还有什么别的爱好 嗯 好 来 来 采青 快坐 来坐呀 采青啊 这么长时间 去找李修生了吗 好 掌柜的 你就让我走吧 小姐都同意了 采青 我好像不但明白你的意思 李修生 他对徐东的感情很深 他不会离开徐东的 采青啊 我们徐家上上下下 带你布包吧 啊 我跟孙管家 忙着给你布置婚房 我也答应了 给李修生 长两倍的工资 让他做润鸣河的工头啊 你觉得 我做的还不够吗 小姐啊 我实话跟你说吧 咱们润鸣河的生意 现在被徐东挤兑的 已经快经营不下去了 你就忍心 看着咱润鸣河垮了 忍心看着小姐 跟着我流落街头 挨家乞讨 可是掌柜的 徐东对李修生有恩啊 他不会离开徐东的 我跟他说了也没有用 开车 今天我就告诉你 他李修生要是不来我们润鸣河 你们就永远别想在一起 我还告诉你 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你必须给我说服李修生 你可别忘了 你十五岁那年 就已经是我徐燕飞的人了 我就不信 李修生要是知道了这事 他还能要你 你自个儿垫裂 徐燕飞这小子又开始使坏了 秋生你不用烦 我跟你说我就是抢 好 我要把彩绣给你抢回来 韩诚 这是我自己的事 我自己处理 秋生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喜不喜欢彩绣 好 好 这事放我身上 你不用管了 韩诚 你想过玉珠没有 才就是玉珠的贴身丫鬟 如果你硬抢过来 那玉珠会怎么想呢 不要吗 有个力量啊 书� 老公 伙白 同ilar 所以我想成前他们俩 好啊 我都想好了 给他们趟出间大房子来 作为他们的婚房 李秋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所以我想 他跟彩秀结了婚 也正好到咱们润鸣河来做工 住在咱们润鸣河 这不是两千七美的好事吗 他在徐东干得好好的 会到咱们家来吗 是啊 妹妹 彩秀跟了你这么久 跟你的感情最好 所以这事啊 还得你跟他说道说道 要不就要这个吧 好 长官的 咱现在每天都有订货的 我这事都不敢接活了 长官的 我觉得咱徐东 是不是该扩大扩大规模了 比如说建一个作坊 或者再招一些工匠 你说怎么样 您喜欢的我们都能聊不过 或者说是丢过来 明天都能聊 我们的国家都明明都能聊 也一样能聊 不不啊 那这也太好了 嗯 咱们来看看 哎 好啊 我都是用个上当的好料 待会我带您看看 行 这个八仙桌啊 我也想 定会 我先写着 那我给我带您看过 我先写着 最后您看 我先写着 我先写着 没问题 好受好受 请请请不吵 我先写着 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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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吗 我给你戴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徐元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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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来 徐元妃 徐元妃 咱们都是一条路上的人 做事要光明磊落 拿女人说事 这是爷们干的事吗 我跟彩秀结婚 那是天经地义的事 你用这种办法 让我来润鸣河 你不觉得很无耻吗 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 我就是打一辈子光棍 也不可能来你润鸣河 你死了这条心吧 你来 我愛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让不让秋生走 是吗 爹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 秋生和彩秀不能走到一起 我知道他们心里的苦 不敢爱 也不能去爱 我没理由让秋山像我这样 把感情藏起来 藏得谁都看不见 这样做太自私了 爹 秋山走了以后 徐东的生意一定会受影响 但是你要相信而走 我一定能挺过去 一定能 其实我对绘画和雕刻 一直都有感觉 信不信由你 爹 你帮帮我 将来我一定干得比你强 别小看我 爹 要是我做错什么了 别怪我 我 对 好 好 我 对 高三 您别说 这曲子弹的还有点味道 高三 这就是小百合 让池部长报了好几个月了 果然是有几分自色啊 他俩的事啊 让池部长的老婆给知道了 池部长被这两个女人折腾得焦头烂额 看来池部长公务繁忙了 无暇顾及这些小事啊 正好是个机会 看来这个心 必须由我来替他操了 不认识 蔡萱啊 坐 蔡萱 你说少爷王啊 本来好心好意地要成全你跟李秋盛 可是我没想到人家不领情啊 你说我要什么办法 那个李秋生把话都说绝了 人家说 宁可不要你 也要留在旭东 你说我听了这话我多心寒啊 行了 行了 别伤心了 为那种人啊 不值 公子 刘萱 她不要你 我要你 等将来我请你做王姨太太 咱气死她 怎么 你还在想那个无情无义的王八蛋呢 那也就是块木头啊 死心吧 蔡萱 你别不是好歹啊 你以为有小姐护着你 我就不敢把你怎么着了是吧 我告诉你 我只要让孙管家出去走一圈 随便那么一说 就说你彩秀 已经是我徐原飞的人 就算你有十张嘴 你也说不清楚 我看李秋生要不要你